我們現在看本文 孟子自棋葬於魯 反於棋子於盈 孟子因為招逢母上 然後因為他肆於棋 所以從棋國回去 把他的母親葬在魯國 然後再回來棋國 子於盈 在棋國的南邊有一個小的縣義 叫做盈 充於請約 他有個弟子叫充於 那麼他就請問孟子說 前日不知愚之不孝 死於蹲降世 他說 這個前一段時間 陳蒙孟子看得起 陳蒙老師您看得起 不曉得我能力很有限 你叫我負責很大的重大的事情 就是負責這個孟子的母親 選這個棺木 的事情 炎於不敢請 那因為招逢母上的期間 炎就是孟子的母上 叫做炎 於不敢請 我呢 心裡有個納悶 我不敢問 今願切由情也 我希望今天呢 能夠私下問你這個問題 木洛與美蘭 我覺得啊 這個您的母親過世所用的棺木啊 似乎太豪華了 各位這個什麼意思啊 其實孟子所用的棺木就是一般的 這個禮裡面所定定的棺木的尺寸啊 是一般的啦 那為什麼他說木洛美蘭 為什麼覺得太豪華了 他所要問的其實是說 孟子的父親過世的時候的棺木 比這個小的多 哦 那麼現在母親過世呢 這個棺木呢 比起他父親那個顯然是豪華多了啦 我們看孟子怎麼回答 各位你說 這個有什麼好問啊 這個跟古禮有關啊 反正啊 母親的呢 這個棺木不能好過父親啊 兩個可以一樣啊 但是呢 這個家裡的尊長呢 是父親啊 那麼古人呢 是重男輕女的這個概念之下嘛 家裡的主人都是男人嘛 那麼男人的這個棺木呢 可以是家裡邊最好的 其次都要赤字赤字 因為古人是很重這個氛圍的 大概是這個意思啦 曰 古者棺果無度 中古棺七寸 果秤之 他說在這個古者 古者就是周公以前啦 周公以前的棺果 是沒有定尺寸的 沒有規定的 都可以 棺就是棺木 果是秤在這個棺的外面呢 還有一層的木頭 是防止這個腐蝕的時候土啊 會繃進來的 那個叫做果啦 這個比較像什麼呢 就是說像現在西洋人過世的那個棺木 是幾片三甲板做起來的 有沒有 那個叫做棺 那你看我們東方的人 是不是前面後面翹起來的 有沒有 那個其實是古代是這樣 裡面有個秤棺 外面呢是秤上來 是那一層果 才是這個樣子 現在把它做在一起啦 中古棺七寸 從周公以來叫中古 定定的尺寸 你把它定死了 就是說 官可以做到七寸 果秤之而外面套上去的外觀 果呢比較薄啦 但是他的厚薄要跟官來相稱 至天子達於素人 從天子到素人 都是一樣的 只要他的父母過世 反正天子的父母過世還是父母 素人的父母過世還是父母 天子的父母對他恩很大 素人的父母對他恩還是大 同樣三連一把死一把尿 大家都一樣 所以並沒有說 天子的父母過世的時候 他的官木可以比較大更豪華沒有 從定定的時候很公平 周公定這個禮啊是非常好 天子跟素人是一樣的 後婆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天子的父母已經是不同 葬的時候是劈在上面的那個彩金 是有不同的 只是差在這裡而已 非職為官媚也 然後禁於與人心 說這樣做 官要七寸果要秤之 不是為了美觀 不是只為了美觀 當然把庄父母的遺骸的官木 弄得漂亮 這個當然是比較好的 所以孝子來說 心裡這樣才過得去 然後禁於人心 重點是 這麼厚的官木 孝子才認為說 這樣才能夠保護好先人的遺骸 因為三連五連呢 這個官果呢還不會爛 這個外面蹭上去的這個果 會比較快爛 然後再爛到裡面的官都爛呢 並不簡單 等到他去撿古之前呢 這個官呢 打開的時候呢 裡面都還好好的 土呢水呢 不會淹進來 不會寢蝕進來 這樣子呢 這個孝子才認為說 把他的先人的遺骸 盡心盡力把它保護好的意思 不是為了美觀而已啦 不得不可以為替 無財不可以為替 這個不得什麼意思呢 就說如果古禮古聖先賢 沒有定定這麼厚 足以保護他先人遺骸的厚度 不可以為替 那個孝子呢 認為啊 沒有辦法高興的起來了 無財不可以為替 如果沒有足夠的這個金錢 可以買 這樣尺寸的官 這個孝子的心裡也會覺得非常遺憾 這個是有一個禮述的 古禮是這樣定定 是說 喪事不外求 這古禮所定的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喪事呢 是依你的經濟能力來辦的 你呢 如果有能力可以按照古禮說 官七寸果秤之 這個財力是一般人財力都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很窮 說我呢 沒辦法官七寸果秤之 我只能做官 那我做不了果 那可不可以 好那可以 不要做 要依照你的經濟能力做 喪事不外求 意思就是說 不可以去借貸而來做喪事 必須是你本身做的行 那你說那我官買不起怎麼辦 古人就說最差最差啦 草洗一包一包有沒有 把它埋了 也行 這都行啦 幾片甲板定一定就埋了也行 古聖先賢周公定這個理就是說 不可以因為辦一個喪事 而讓一大堆的這個他的子孫 負債累累啦 為了沖場面負債累累 連可不要 因肉就減都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財產的人 他就沒有辦法官七寸果秤之 如果這樣他覺得他對不起他的祖先 可是呢 為什麼周公這樣定 因為周公認為 到你死的時候呢 家裡都還沒有可以官七寸果秤之 那你也是要有一份責任啊對不對 為了讓你的子孫不要負債 所以這樣子定定啊 所以沒有財產的人 內心覺得啊 愧欠難安啊 得知唯有財 古理能夠許可我們這樣做 叫得知 唯有財 自己呢又有財 古理又有這樣定定 大家都可以做至天子 以至於素人 而我的經濟能力又是普通人 以上我是可以的 古知人皆用之 無何唯獨不然啊 古時候的每個人都是這種棺木 大家都這樣用 我怎麼不用呢 各位你記得這個前面沖魚是怎麼問 木若美蘭啊 你的棺木好像太豪華了一點 各位他講的不是豪華 他是跟誰比啊 跟他的父親 孟子的父親比母親早過世 跟父親比的 不是跟一般人比的 因為孟子這邊有講過了嘛 至天子以至於素人啊 通通是一樣的喔 古時候的人都用 普通百姓都用 為什麼我不用呢 且筆畫者無死土親夫 愚人心獨舞笑乎 況且呢這個筆 筆就是保護 兩個東西靠在一塊叫做筆 那棺木跟先人的遺骸 筆靈的嘛叫做筆 況且這個棺木啊 是保護我們先者的遺骸啊 是不讓他那個腐爛的過程 不讓那個土啊給蓋上去啊 死無土親夫 不要讓土啊 好 給寢失到我們的先人的遺骸啦 愚人心獨無笑乎 能夠做到這樣 大的這個棺木 能夠保護先人的遺骸 對於孝子的心 不是非常的寬心嗎 能夠用到這樣的棺木才寬心啊 無文之也 君子不以天下減其輕 我聽古人這樣說啊 古理也這樣說啊 君子不以天下減其輕 什麼意思 就說一個君子 不以天下人人人都能夠用的東西 不去用他而顯現他節儉的德性 而竟然節儉的對象是誰 是他的雙親 我告訴你用在雙親的身上的東西 絕對不能省的啦 我有能力我為什麼要省 他是一把死一把尿把我扶養長大 天地間除了天地以外的恩莫大 再來就是父母 我為什麼要對他節省呢 我對別人可以節省 我對我的兒女可以節省對不對 對我家裡養的狗可以節省 我對我的父母怎麼能節省 為什麼要節省 不節省的 因為大家都這樣用 理智裡面有這樣規定 為什麼你說太豪華了呢 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在理智規定的範圍內 我在理智內竭力供奉我的雙心 哪裡有什麼豪華呢 孟子這段的回答其實充於要問的 孟子他都沒有針對他父親這段事情來回答 他是針對說你說我豪華我告訴你 我現在所用的是鼓勵所定定 而且一般人都這樣做 哪裡有豪華呢 那麼後來這個是另外的一段的插曲 孟子有一天要跟一個諸侯見面 就是孟子很喜歡跟諸侯見面 因為想要看看有沒有可以施行人證的機會 結果那個諸侯旁邊有一個另程 說這個孟子不懂理 你為什麼要跟他見面 結果那個諸侯竟然沒有來了 然後呢 他所說的孟子不懂理就是什麼呢 就說孟子的後上於前上 後上就是母親的上 超過前上 前上是父親的上 他說母親的上裡所做的花繪跟這個棺木的大小 美不美觀都超過父親 他不懂理 所以你不要見他 他根本不配來治國 結果呢 這條路也就阻斷了 就是這件事情 那我們要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後上於前上 為什麼母親的棺木比父親還要好 原因很簡單 怎麼樣簡單 你可能想都想不到 你可能很好奇 原因就是 孟子的父親過世的時候 孟子非常的窮 那你記得孤禮怎麼規定 剛剛前面有講 就是 喪事不外求 喪事是你窮的時候 你不能向外面借貸的 孟子是一個知書達理的人 他不會因為 要讓棺木很好看去借貸 因為這樣就壞了人家的規矩 這樣懂意思嗎 等到孟子的母親過世的時候 各位你知道嗎 孟子已經在齊國當客親 所以他的經濟能力能大幅提升 那我經濟能力已經提升 我願意用周公所定下的理的最高度 因為我有這個能力 我要來按葬我的母親 所以他的母親的棺木比 父親的棺木大 然後比較好 所以其實不是豪華 是一般 這個就是題外話 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你才能夠懂這些來龍去脈的 為什麼啦 好這個終婚表露了一個孝子的心 還有一個正能君子 他做任何一個事情 他都要想到 讓天下更多的人得到好處 不會誤導天下的人 比如說我很感念我的父親 所以我舉債來幫他辦喪事 這是古禮 周公都說不許 為什麼 因為這樣加重這個子孫的負擔 那你一個人說沒有關係 加重我的負擔沒關係 好那你既然這樣 人家就稱讚你很孝順 那別人又學 大家都來舉債辦喪事算了 對吧 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所以正能君子做事情 不違背理智 其實理智是罪人性的設計 依人性而定的規則 應對進退 婚傷喜慶的規則 這個就是所謂古禮定定的原則 而不是故意違背人性 來做一些什麼理 很多人對理有很大的誤會 好看下一段 神童以其詩問曰 焉可法語 神童其國的大臣 以詩人的身份 意思就是說 不是代表其王 是以詩人的身份 問孟子說 焉可法語 說焉國啊 現在國家很亂 可不可以攻打他 孟子曰可 孟子說可以 為什麼當然孟子就要說了 可 子曰不得與人厭 子之不得受厭於子曰 子曰是誰 厭王 厭王叫子曰 他呢 竟然把整個國啊 送給了他的宰相子曰啊 好 這個 子曰呢 是諸侯 他沒有資格 無天子之命 而擅自把天子給他的國 讓給了人 他沒這個資格的啦 好 這個 各位就像這樣好了 呃 董事長呢 派了一個總經理 總經理自己把他的總經理的位置 讓給了別人 這樣行嗎 不行的 好 子曰不得受厭於子曰 子曰也是一樣 子曰不能夠說 沒有周天子的命令 兩個人思相授受啊 從子曰那裡把焉國接下來 那各位你會問啊 那子曰為什麼要讓國給子曰啊 怎麼有這個事情啊 因為子曰是一個奸臣啊 這個奸臣啊 整天設計設計那個子曰 子曰是一個昏君啊 不明事理你知道嗎 子曰跟他講說 余順為什麼偉大呀 因為他們善浪啊 說我的王啊 你要像搖順一樣喔 臨錘千石啊 你要有那麼大的氣度啊 他就講到這樣啊 不說旁邊的令臣都是子曰的人啊 圍在子曰的旁邊跟子曰說話說 哎呀燕王啊 你就是要學姚順 要怎麼樣 把王位讓給子曰啊 你就明垂青史了啦 你要退到後面去學姚啊 姚不是讓給了順了嗎 對不對 你就成王了嗎 結果呢 這個子曰想明垂青史想瘋了 你知道嗎 也沒看出這是一個奸臣啊 然後就把國家讓給他 讓給他之後子曰就被子曰給軟禁起來了 然後呢 因為子曰呢非常的暴虐無道 所以燕國整個就亂起來了 亂起來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想說 要不要來罰燕呢 要救燕國 順便把他給丙吞算了 所以神童用他的詩人身份 不是代表其王的身份 就問了孟子這麼說 孟子說可以 為什麼可以 兩個人詩相授授 是周天子於無物啊 可以罰啦 有詩於此而子曰之 不告於王 而詩於之無子之覺露 有一個官首在這裡 有一個職缺在這 是就是職缺 官首職缺在這 而子曰之 你呢很喜歡 不告於王 你不去禀告你的王 而詩於之無子之覺露 然後呢你很喜歡那個人 你就把這個官位呢 直接給了那個人啊 把覺露都給了那個人了 你沒有去尊重誰的職權 官位要給誰是誰的職權 是上面那個王 你沒有去告訴你的王 然後就兩個人私下授授了 福士也亦無王命而失授之於子 則可乎 而那個接受位置的人 也沒有真正上面的王給他派令 然後呢 兩個人私相授授 一個願意給一個願意接 就把他接下來了 這樣可以嗎 各位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你的公司的總經理 也沒有報告董事長 然後找了一個下面的旁邊任何誰 兩個人私相授授說 明天那個人要當總經理 可以嗎 不可以的 何以異於是 結果呢 紫塊跟紫子 兩個人私相授授 跟我舉例子像不像啊 沒什麼不一樣 齊仁罰焉 結果齊仁呢 這個沈童啊 就把跟孟子這段對話 回去跟齊王講 齊王聽得很高興 終於有一個聖賢啊 開第一炮說 燕國可以罰 那我這一次去罰他的時候呢 誠於不誠 反正我都把罪過推給了這個孟子啊 然後呢 就開始罰焉啊 或問曰 勸齊罰焉有諸 結果呢齊國人罰了焉之後呢 就有人問孟子說了 說你勸齊國去罰焉的啊 人家都這麼說 有這個事情嗎 曰未也啊 孟子說哪有啊 這私下的談話啦 又不是我去勸齊王 不過呢 他就記我的話 說未也 我沒有勸齊王 神童問 焉可罰與 只是他的臣神童 用他的詩人身份問我說 按照古禮 這個焉王現在目前做到這個程度 在古代來說 會不會被罰 無應之曰可 我跟他回答說 應該要被罰 可以罰啦 彼然而罰之也 然後他們呢 借著我們兩個私下的談話 就說是我說可以罰 然後呢 整個齊國就去罰焉了啊 彼如曰 俗可以罰之 那我跟你講 那是我們私下的談話 我只是原則性的說話 古人這個情況就可以罰了啊 但是他如果問我說俗可以罰之 他如果問我說誰可以罰焉 天 則將應之曰 為天力 則可以罰之 那我一定會回答說 是天力 天力什麼意思 就是天使 天派來的使者 才可以去罰他 那什麼是叫做天派來的使者 譬如啦 武王罰咒 就是天派來的使者 怎麼樣說他是天派來的使者 各位你想想看 一個人要罰咒八百諸侯挺他 各位是不是天意啊 那就是天意了啦 如果今天燕國應該被罰 但是有一個人一挺身而出的時候呢 八百諸侯挺他 各位啊這個人可不可以罰啦 這個人就可以罰了 這樣懂嗎 那因為當時沈童啊 恨不得孟子只是講出一個說咳就好了 他不敢再問 因為再問下去呢 恐怕問出說齊國不能罰 只有別人可以罰對不對 所以只聽到孟子說咳 馬上兩個人談話收起來 回去趕快報告齊王說 孟子說咳啦 反正就是要借別人的話嘛 這個有罪過別人去擔嘛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能可殺於 則將應之曰可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殺了人呢 旁邊的人問說這個人該不該殺 則將應之曰可 我一定會回答他說可以的 所以你知道古人 古生先前戰不戰成有死刑啊 贊成的犯了該死的罪 就該判死刑了 不是說都不可以有死刑的 比如曰俗可以殺之 他雖然犯了死罪應該殺 但是他如果繼續問我說誰可以殺他 則將應之曰為事實 則可以殺之 那我一定會回答他說 管典禦的 執法律的 才可以殺他喔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拿刀殺他喔 那你又變成你犯罪了喔 今以焉罰焉 何為勸之哉 現在齊國只是像另外一個焉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很亂 他們也很暴虐無道 好 那就像另一個焉國來罰這個更亂的焉國而已 兩個人都是無道 無道罰無道 何為勸之哉 我哪裡會勸齊國去罰他呢 不會的 那各位可能會問 那到底有誰可以罰焉 那我告訴你 因為大家都是諸侯 諸侯不罰諸侯的 這是古禮喔 誰可以罰諸侯 為王者能諸之啦 王他看下面哪一個國做錯了 他可以命令所有其他諸侯一起舉兵 把那個做錯事情的諸侯罰掉 這樣各位懂嗎 好你問我說 那為什麼周王不出兵啊 各位啊 周王的勢力範圍只剩下一個城啊 沒有人甩他啊 大家只是把他的王位高高拱在那裡 沒有人尊敬他啦 這樣知道嗎 就是戰國的悲哀嘛 所有的諸侯都串起來自稱王了不是嗎 所以根本不把王放在眼裡 所以如果王者出來罰 孟子一定會鼓掌叫好說好罰 然後孟子會挺身而出 去說服所有的諸侯說那是我們的王 我們應該要團結 我們要做表率給子孫看 然後一個一個把他說服了之後 然後一起去把燕國罰掉 應該是會這樣的啦 這個典故裡面孟子只是說明了一個原則性的說法 說燕國可不可以罰 可以罰 按照古禮就可以罰 周王出兵就可以罰 他不是針對齊國來說的 只是這個被有心人給扭曲了啦 然後呢你說那當時孟子怎麼不講清楚 孟子可能會回答你說 我怎麼知道他借我的話去這樣搞呀 而且呢他問了我說可不可以 我說可啊 就匆匆收兵了就走啦 我哪能夠知道他要幹嘛呢 這個就是古聖先賢的存心 這個存心不是鼓勵你誰可以罰誰啦 但是誰才有資格可以罰 得天命的人才有資格可以罰 可以替天行道啦 就像你必須是執掌法律的 你才可以判人家多少罪呀 才可以把人家給抓起來呀 你不是在這個位子上的人 你不能幹這個事情呀一樣的 這個不是孟子善變 各位你讀著耶穌你要想一想聖先的存心 不然你會覺得這個人口才真好 很會辯論氣死人也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呢想一想他們所說的道理 完全一和谷裡的